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傅 救人 你干嘛 沈云浩 哥 你也会打人哪 我决定你打人的样子有点像童号 虽然童号不打人 绝号 啊 像童号 竟然打我 打倒 打倒 我一定会让你名誉扫地 作为一个知名的媒体人 对你的采访对象敲诈啰嗦 而且还非理我们的女员工 真的是该他 他就是 这是行规你不知道吗 每个企业上我们的目标不给钱的 不给钱我凭什么帮你说好话 就宣传 谢全 我们昨天为你开了二十七万的红酒 你今天竟然张口问我要五十万 真的是一点职业道德都没有 没错 对了 对了 你能拿到的只有医药费 好 我送你去医院吧 山君昊 你一定会后悔的 胡开 嗯 山总 嗯 我呀 还是第一次见你打人呢 是吗 这样的人真的是很欠揍 哎 不得不说 您刚才真的超级闷 真的吗 真的 巨昊 巨昊 我听说你把蟹犬打了 是真的吗 真的啊 消息传得还挺快的 全公司都知道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范总监 这事真不能怪总经理 是那个谢主编 他太欠揍了 但是 巨昊 你以前从来都不会这么冲动呢 况且他还是知名媒体人 行了 今天我想早点回去陪妈吃饭 走吧 巨昊 各位记者朋友们 看见我头上的少妹 全是单俊昊造成的 一个堂堂的集团总经理 目中无人 野蛮暴力 这是我的验商丹 单单 单俊昊 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进 沈总 出事了 这就是森威尔酒店待客之道 难道我们要冒着生命危险入住吗 我奉劝大家 抵制暴力 是每个人的责任 我会立刻起诉单俊昊和森威尔酒店 用法律 讨回公道 单俊 挑良小丑而已 俊昊 你看新闻了吗 看了 我们必须发布声明 及时澄清 我不会浪费时间 跟这种无耻小人计较 可是这件事情 一定会给森威尔招来非议的 我有种感觉 谢全是在故意跟森威尔作对 好让我们上当 他到底想干什么 森威尔集团总经理 善俊昊施暴打人 天哪 快快快起来 怎么做这种事 天哪 善总经理生日搜了 我们快来看 走了 三威尔集团总经理善俊昊施暴打人 怎么会这样啊 打人 对啊 不会吧 怎么会这样呢 怎么做出这个事啊 天哪 哎呀 客房打扫完了吗 还在这里聊八卦 啊 还不快去工作 经理 我想请两个小时的假 我有非常紧急的事情要处理 不准 是 哼 不 靳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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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今天胳膊也漂亮啊 肯定有什么开心事 哎呀没有就 我 我们家千语啊 在那个三威尔酒店当经理了 这可不是一般人都有的机会 四威尔酒店 我 我听说四威尔酒店可豪华了 我 我一次都没去过 我也没去过 但是现在呢 千语是那儿的重要人物 我想去就去 靳致 那你刚才 你什么时候去的时候 能不能 带上火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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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 靳致 靳致 对不起 单总不接受采访 请大家都离开吧 请您就让我们进去吧 我们就采访一下 对 我们不会耽误太长时间的 我们要了解一下实情 对啊 对啊 我们没准备 我们就采访一下 我们就走了 大冲 这怎么回事啊 而且我看到网上好多人都在骂神女后 对啊 现在这颗资本也开始关注了这个事情 搞不好还会撤资 因为这件事情影响非常严重 根据战略协议 如果森维要出现助纳失误 这颗是不会赔跑的 资本从来都是逐利的 到时候战略协议会自动失效 不过至于结果会如何 还得看事情怎么发展了 可这件事情明明就是谢权错在先 他今天还跟单据号要钱 太嚣张了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见了 我还拍了是不是 视频里单据号说 谢权非礼了一个女服务员 难道是你吗 对不起 我们单据真的不接受采访 千语 发生这种事情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放心吧 我已经教训过她了 不过 我觉得这件事情 都是因为我的错 她才会这么针对森维的 所以 我想帮单据号澄清这件事情 这段视频 确实可以帮单据号扭转局面 真的吗 真的吗 那 那我们赶紧把这个视频 给记者看呢 不行 这个视频关系到整个森维奥的 危机公关策略 还是交给单据号处理比较好 好 那我们去找单据号吧 好 对不起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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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